第351章 第8境界 广寒宫的废墟之上 苏云与梧桐目光碰撞 眼中各有敌意 他们的确都没有开辟出广寒境界 时间太短暂 而贵数实在太广大 导致两人都没有观想成功 而且 即便是观想成功 也需要他们尝试凝聚月华凝露 若是月华凝露没有炼成 也不算成功 就算月华凝露炼成 凝聚的月华凝露太少 太慢 也不算成功 开辟境界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需要多次试错 苏云和梧桐嘴上说 自己已经开辟成功 实则是打压对方的信心 让对方放弃 自己才有足够的时间 来完成这个创举 苏云突然笑了一下 向仙路上的少女伸出手来 承执道 梧桐 欢迎回来 梧桐没有理会她的手 竟自从她身边走过 道 我之所以回来 是因为你我还没有奋出胜负 另一方面 第一圣皇一千年才感到广寒洞天 实在太慢了 而我从月亮上感到广寒洞天 却只需要一刻 我没有必要去追随 第一圣皇的足迹 跟着她去寻找我的族人 盈盈骑着灵溪 跑到她的灵界中 好心提醒道 梧桐 其实你没有必要 向她解释这么多 你解释这么多 你就输了 苏云收回手 疑惑道 你不收走仙路吗 毕竟是你族人的东西 梧桐摇头 怀必其罪 这个道理我懂 我拿着仙路 于静不会放过我 苏云转过身来 身后祭台上的仙路腾空 翻转一周 扫落尘埃 缓缓没入她的灵界之中 就算放在这里 于静也会造出天船 登临此地 苏云向那些枯寂的石像 拜了拜 直起腰身 道 仙路 就是仙路 这可能是咱们这个世界 最后一条仙路了 不能交给于静 我精通96神魔符文 或许可以用这个仙路 再度开启广寒洞天 梧桐没有说话 向静中空间走去 盈盈躺在灵溪背上 双手枕头 悠然道 让我不解的是 你原本应该踏入星空 继续寻找你的族人 毕竟你曾经为了寻找族人 不惜长途跋涉 跨越星空 来到这个世界 他翻过身来 看着黎珠中的梧桐姓灵 目光闪烁 是什么 让你留了下来 他露出兴奋之色 是苏世子吗 不要用你刚才的解释来糊弄我 我乃是姓灵方面的大师 没有人可以糊弄我 你也不行 梧桐的姓灵 心态淡然 我之所以留下来 又何须向你解释 向你解释 盈盈瞪大眼睛 气呼呼地想要争辩 却不知该怎么辩驳他 梧桐用他的话堵住他的嘴 让他哑口无言 灵溪甩了甩尾巴 蹬蹬跑开 梧桐又回到月亮上的明镜中 只见北海道悬 空气宜人 黑色的天缝正在海面上捉鱼 焦树傲依旧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胖了一圈 梧桐又打量一遍 确认焦树傲的确胖了一圈 啪 一条大鱼被天缝从海中丢了过来 砸在焦树傲脚下 焦树傲上半身化作一条肥胖的黑胶 张口把大鱼吞下 焦树傲瞥见梧桐来了 面不改色地把大鱼咽下 又变回人身 回到他的身边 傲然而立 一脸淡漠 梧桐微微醋眉 他与苏云一起去探索广寒洞天 前后三两天的时间 焦树傲便胖了许多 焦树傲注意到他的眉头 连忙悄悄吸气 把小腹缩了缩 苏云查看饕餐 麒麟等神魔的伤势 他们的伤势已经没有大碍 但是想要恢复 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他静下心来 细细参悟广寒山贵树 尝试着将广寒这个境界开辟出来 只是他越是急切 越是难以绊倒 灵界中 72动天旋转 广寒动天中 一株贵树挺立 苏云的梨珠便悬在树上 他的广寒动天 看起来有模有样 但是贵树上 并没有月华凝露 我参悟贵树的时间太短 还是缺少一些东西 苏云细细回忆贵树的神韵 继续观想 完善广寒贵树的细节 尝试着将广寒动天中 涌来的元气 化作月华凝露 不知过了多少天 苏云经过屡次试错 终于贵树的枝叶上 第一滴月华凝露垂下 苏云精神振奋 让自己的梨珠 吸收那一滴月华凝露 又取来那半池月华凝露 加以对比 还是不行 月华太淡 对杏灵没有多大提升 修炼到圆动这一境界 普通的天地元气 已经无法壮大杏灵 所以要走离渊前修 借九渊的力量 将真元与杏灵结合 苏云潜心思索 笛声道 月华凝露若是太淡 杏灵吸收的便比较少 效果便会远远比不上梨珠 他又尝试加以完善 只是广寒贵树凝聚的月华凝露 还是太淡 苏云起身 四下看去 只见梧桐不在镜中 他来到境外荒凉的月亮上 只见焦书傲化做黑焦 正在月亮上狂飙 修炼 施展各种真龙神通 很是辛苦 而梧桐则漂浮在空中 悉心参悟 显然他也没有 开辟出广寒境界 梧桐 不如你我各自将你 我在广寒上的参悟拿出来 互通有无 苏云提议道 我们的参悟时间都太短 难以将贵数的一切格物出来 只有相互交流 才有开辟出广寒境界的希望 梧桐的进展也很缓慢 文言道 我们互通有无之后 若是我们同时参悟出 开辟广寒之法 那么这个境界 算是谁开辟的 苏云笑道 那么就算是你我共同开辟 梧桐深深看他一眼 道 你有这个胸怀 与我平分这份荣耀 你不怕我 坏了天下灵师的道心 苏云摇头道 我不会吞掉你的功劳 两人坐下 交流有无 苏云胜在观察仔细 贵数的形态 他构建得最是完整 梧桐因为修为深厚 再加上性灵上 得天独厚的优势 对贵数的神韵 参悟得最是透彻 两人交流一番 都各有所物 各自参严 过了不久 苏云尝试催动改良后的 红炉善变 只见广寒洞天 如同一轮明月 高悬在他灵界的天空中 让其他洞天黯然失色 月中有贵数 宁禄旋垂 落入梨珠之中 宁禄的速度不快 但是在质量上 与真正的月华宁禄 相差不是太大 苏云松了口气 道 梧桐 我输了 你是师姐 我开创出的广寒境界 并不完整 恐怕只能 作为一个附属的境界 依附在运灵 圆洞 黎渊 天象等境界上 他面色古怪 道 临时修炼到运灵境界的同时 也可以开辟广寒境界 等到他修炼到圆洞境界时 广寒境界还是不曾圆满 等到他修炼到天象时 恐怕广寒境界 依旧也不曾圆满 梧桐道 我也是 苏云正了正 梧桐开放他的灵界 苏云仰头看去 只见明月当空 桂树旋路 月华凝路的浓度并不高 速度也不快 他们俩的进度都差不多 但同时 也到了他们所能完善的极限 他们留在广寒山上的时间太短 无法将广寒境界提升到 尽善尽美的层次 所以 他们尽管创造出一个奇妙的境界 这个境界的作用 却没有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穷一个灵世 所有寿元 也不过百年 就算心血延寿 也不过两三百年 这两三百年的时间 灵世尚且未必能将广寒境界 修炼到圆满 不过 广寒境界的好处 还是显而易见 那就是让灵世的性灵 突破从前的极限 达到另一个层次 可想而知 广寒境界传扬出去 会给天底下所有灵世 造成多么大的震撼 苏云和梧桐的创举 可以说为天下灵世 增加了半个境界 当然 苏云和梧桐 无需用毕生的时间 去凝练月华凝路 因为他们二人 各自收了半池的月华凝路 而且是纯粹的月华 他们只需要不断练花 吸收月华凝路 要不了几个月 便可以将这个境界 修到圆满境地 小书怪盈盈泡在 半池月华凝路中 悠然地记录 广寒境界的细节 月华凝路并非是水 无需担心把它弄湿 这月池的另一端 则泡着一只雪白的灵溪 眯着眼睛趴在池边 从今往后 你们便是称圣作祖的存在了 盈盈认真记录 其他细节还需要你们亲自展现 桂树构造和神韵 但凡追随你们修炼的 得到的都是真传 从格物笔记中参悟修炼的 便会辞之 小书怪眉开眼笑 悠然道 而我作为格物笔记的记录者 也会因此轻始流明 千年万年 信仰不到 说不定 我也能因此成了神道 恋就不灭今生 成为盈盈神奇 猫 灵溪兴奋地叫了一声 没有你的份 时光匆匆 不知不觉间 一个多月过去 算算时间 地面已经到了寒冬腊月 女丑 麒麟等神魔的伤势 还是没有痊愈 但已经不再那么严重 苏云将他们请入灵界 送入自己 从广寒山搜刮的木门中 道 几位老哥哥老姐姐 先且在这里栖身 女丑麒麟等神魔很是满意 道 牢头不把我们关在清狱镇了 开始把我们关在真正的牢狱里了 这次还盖了房子 苏云黑着脸 金屋调度法力 勉强正持飞行 载着苏云 巫童等人 离开月亮 飞向他们栖息的星球 金屋还不能全力飞行 但速度已是不慢 过了半个时辰 苏云突然看到 一艘艘小小的天船 飘浮在地月之间 这里是 同天所到 金屋哥停下 苏云高声道 三族金屋放慢速度 与那些小天船一起飘行 苏云跳到一艘小天船上 只见这些天船 是上次探索营货大陆的天船 船舱里一些柿子飘浮 苏云黯然 向跟上来的梧桐道 我答应过月流戏阁主 尽可能营救这些柿子 可惜我没能做到 而金既然来了 那么便带着他们的尸体 送他们回家 梧桐不解 他们已经死了 恐怕连姓灵也灰飞烟灭 送他们回大秦 还有什么用 苏云将大秦柿子的尸体 集中在一艘天船上 把天船收入自己的灵界 道 他们是勇士 有人敬仰他们 他们的家人也会思念他们 他们应当入土为安 梧桐还是不解 傅云山 他也死在这里 苏云看到 一具尸体的面孔 怅然若失 这时 一艘破破烂烂的帆船 从旁边驶过 苏云心中微动 水静先生的船 他还没有修复这艘船 话说回来 我倒会修理这艘船 第352章 岭南球场都 当初应龙 还被镇压在苏云的记忆中时 借苏云的眼睛去打量四周 看到童天所到 悬浮的童天千帆周 将童天千帆周的一切奥秘洞 并且把千帆周中 蕴藏的符文错误的地方 修改了一遍 苏云过目不忘 自然也将 印龙修改后的那些符文记住 还曾经以此指点过 求水静 对抗地平 印龙的目力极强 即便是苏云开创的 印龙天眼 也不能将印龙的眼睛 所有能力发挥出来 他的印龙天眼 更多的是 注重观察和攻击 没有印龙眼睛的 强大分析能力 千帆周长达半里 是由各种灵气和灵兵 拼接而成 求水静虽然天资卓绝 但是没有这么大的财力 直接炼制天船 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 炼制一口口灵气灵兵 先后以法力催动 送到童天轨道 然后他在借助 自己强大的控制力 将这些灵气灵兵 拼接成一艘千帆周 只是 这场攻城浩大 千帆周太精密 以至于在与地平一战时 千帆周被毁 无法修复 求水静也因为变法失败 抑制萧尘 没有了修复的意愿 而且要修复的话 要么亲自来到童天所到 要么收回一口口破损的灵气灵兵 求水静虽然是 岭南截回场的场都 但恐怕也没有这么多钱 去办这件事 不过 这对苏云来说 并不那么麻烦 现在 他就在童天千帆周的旁边 而且身边还有 三足金乌这等魔神 三足金乌化作三条腿少年 行走在这艘千帆周上 苏云请他出手 将笑容的翻面重新融化 锻造打磨 练成一个个镜面 少年金乌不善于打磨 但好在灵界中的门里面 还有其他老哥哥 苏云从灵界中 取出十二座门户 敲了敲门 请出这些神魔 麒麟 饕餐等神魔无奈 但谁让苏云是牢头 于是他们联手 几乎是将 求水静的千帆周拆掉 只保留主干结构 其他地方重新铸链一遍 炼制途中 还出了点差池 这十三尊神魔 在共同炼制千帆周时 发现加固船体结构之后 没有这么多材料 苏云只好取来其他小天船 熔炼后当作材料 这才保证了千帆周的完整 穷奇还割掉项柳一个脑袋 让苏云用项柳的血为材料 绘制符文 当然掉下来的那颗头 穷奇便笑纳了 项柳敢怒不敢言 苏云细致地添加上 各种符文烙印 又请十三神魔再度祭练一番 添加上十三神魔的烙印 这才松了口气 他飞升而起 来回打量 只见这艘同天千帆周 光鲜如星 不仅如此 还带着神魔炼制后 留下的神魔气息 更为关键的是 其中有几面翻苏云 是以九缝之意 金屋之意来炼制 船舱中 苏云更是布下了饕贴符文 给这艘帆船的船舱 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五倍裤 足以装下万千灵器 当然 千帆周的主体苏云等人并未改动 因此 球水晶依旧可以从容控制 催动这艘帆船 水晶先生一定会大吃一惊 苏云心中畅快 笑道 诸位老哥老姐手艺非凡 我有一笔大买卖 我最近在练制我的灵兵 黄忠 已经买了几家都造厂 老哥老姐若是没事的话 有事 有事 麒麟 饕贴等神魔打得哈欠 纷纷推门 关上房门 香柳走在最后 苏云笑道 柳哥 现在余境是大 我们都打不过他 现在跑出来不是找死 香柳叫苦不迭 一边往自己的门里躲去 一边道 我受伤了 我真的受伤了 我的脑袋 几乎被余境砍光了 前几天才练回来一刻 又被你们说练宝 需要用神魔的鞋 给割掉了 这等漏脸的事情 你别找我 苏云抓住他的衣袖 道 若是余境看不破 你们的想法 你们是否有 与他一战之力 香柳用力挣扎 叫苦道 别说我们现在有伤在身 就算没有伤 绑在一起 也远不是他的对手 你若是不消停 我们便夺回鬼市里去 也好过死在余境的手中 他原本打算关上房门 又迟一片刻 摇头道 我不成 我打不过 突然 一扇木门搁吱打开一线 麒麟的大眼睛 在门后闪烁光芒 倘若余境看不穿我们的想法 那么还有一战之力 另一扇木门 也打开一条缝 女丑淡淡倒 余境的强大 在于他知晓任何人的出招 在于他的肉身 能够化作任何神兵 不过 只要他不知道我们心中所想 不让我们诞生星魔 我们可以一战 我也是这个意思 今后的声音低沉 算我一个 九峰的房门开启 饕餮 穷奇等神魔一一表态 少年金屋战役高昂 倘若能不被他影响到心 他难称第一 香柳犹豫一下 道 我不是胆小 不敢与于静一战 我只是纳闷 老头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不让于静看穿我们的想法 苏云微微一笑 向梧桐看去 道 梧桐 你能看出我的想法吗 梧桐摇头 但是我可以给你制造出心魔 苏云道 从前我无法与你抗衡 但是现在 我却可以与你并驾齐驱 梧桐打断他 你还差了点火后 苏云点头 道 但基本上是 修为上的差距 在道心上 我已经不再受你控制 我跟随于青罗 在火云洞天 学习就圣觉学 只学了十多日 便有今日成就 所以要破人魔于尽的神通 他环视一周 一座座门户后的神魔 纷纷平住呼吸 苏云继续道 须得回到海内 回到袁硕 找到就圣觉学中 修为最强大的人 梧桐疑惑道 你的意思是 岭南结回场 便有就圣觉学中的两大神话 苏云神采飞扬 笑道 道门道圣 佛门圣佛 他们二人 道心绝伦 可以镇压于尽 对你们的影响 麒麟的声音传来 老实 去袁硕岭南 少年金屋 突然周身 熊熊津津神火涌出 双翼展开 苏云立刻将一座座木门 收入灵界中 落在金屋背上 梧桐和焦书澳 也相继落在金屋背上 金屋震赤 冲出童天所道 向袁硕岭南飞去 岭南结回场 球场都仰望星空 突然有些心惊肉跳 这时哨音的声音传来 夫君在看什么 球水竟收回目光 这些日子 他不再仇心变法之势 竟然又变得年轻了几分 有些春风得意 笑道 不知怎么回事 我突然感觉到 真是奇怪也在 这千帆周 明明已经毁掉的 少英来到他身边 依偎在他胸怀 仰头望天 道 天外之势 也在囚夫子的考虑之中吗 你前段时间 明明还在打听海外的局势 球水竟叹道 我是听闻同学探索天外时 身遭不测 不免有些神伤 所以打听海外局势 海外大秦国的圣皇罗于静 是个雄才伟劣的人 大秦经过盘扬之乱 在废墟之中起家 在他手中建设得很好 一举超越元朔 这次我那位同学之死 海外传闻说是苏格主动的手 但我却怀疑 是罗于静准备对元朔用兵 而下手杀害他 他眉头微皱 令我不可思议的是 海外突然间爆发神魔之乱 让海外各国 一下子陷入动乱之中 破了圣皇罗于静的局 他正正出神 实在想不通 海外的局势 为何一下子变化成这样子 更让他感觉到 不可思议的是 而经海外各国一片混战 各国相互攻击 杀伐顿起 甚至元朔也被波及 大秦大下的海军 在元朔东海军开战 杀得血流成河 球水竟目光闪动 道 而今也不知苏格主的安危 他孤身游离海外 压力可想而知 海外若是大乱 元朔则还有机会 若是陛下推举变法 趁着海外无暇东顾 一举割除顽疾 可惜 陛下并非明君 他黯然神伤 少英笑道 你又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夫妻二人正在说话 突然只见天空渐渐明亮起来 一道红光破开元朔南方的夜空 斜斜而来 难道是流星 球水竟仰望 尝试着调动同天所道上的千帆舟 突然间发现 千帆舟各个部件立刻运转 一个个巨大的翻面 变得前所未有的好用 不仅如此 千帆舟的威力威能 竟然在不知不觉间 提升了数倍之多 更令他感觉到不可思议的事 现在的千帆舟 多出了许多 连他也不知道的功用 他须得琢磨一番 才知道这些符文的具体用处 千帆舟这是怎么了 他突然心神大震 醒悟过来 能否把千帆舟修复成这样的 只有一个人可以办到 通天阁主苏云 你此刻在通天所道吗 你是否还在我的船上 你是被逼到天外的吗 球水竟激动起来 立刻调动千帆舟的一个个翻面 观察千帆舟 你还活着 活着就好 就有希望 令他失望的是 千帆舟上并没有苏云的踪影 少阴声音中带着惊慌 连声道 夫君快看 那道红光巷领满来了 球水竟急忙转动千帆舟翻面 从通天所道 观察那道红光 不由恶然 只见那道红光 是一只巨大的三足金乌 比他的千帆舟还要庞大 壮如神魔 而在金乌宽大的背上 一个少年迎风而立 苏云 通天阁主 球水竟收回视线 抬头仰望 只见红光来到截灰场上空 岭南球场都 在下苏云 来向场都买两个矿工 苏云的声音传来 第353章 原始元年的最后一天 球水竟快步迎上前去 只见那三足金乌 已经化作了一个三条腿少年 正在打开一扇木门 推门而入 那三足少年进入门中 便掩上房门 而苏云 则将门户收入自己的灵界中 球水竟心中诧异 走上前去 却没有多问 只是上下打量苏云 过了片刻 方才徐徐道 苏阁主 你长高了一些 也壮了一些 苏云心中一暖 从她的语气中 听出了如父如失的是独至情 于是走上前来 并不见理 而是张开双臂 球水竟虽是海外流过穴的人 但骨子里 还是袁硕低势大夫 不习惯 她这种轻易的举动 被她用力抱住 固然感动 但也有些失措 只好拍了拍苏云的后背 她是少有几个真切对待苏云 很少带有功力之心的人 尽管两人没有成为师徒 但是苏云一直把她当成老师看待 苏云走出天使园时 便是一个从野蛮混沌的社会 进入文明社会的野蛮人 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 都是球水竟教的 更何况 红炉善变这等大一统功法 也是球水竟所传 球水竟对待苏云 称如师如妇 并不为过 两人许久未见 自然有许多话要说 苏云滔滔不绝 讲起自己在海外的诸多遭遇 球水竟则是静静地听着 偶尔说一两句话 绍英则忙前忙后 为爷儿俩泡茶 准备茶点 又换了梧桐过去帮忙 去烧制晚膳 苏云与球水竟谈到下半夜 夜色渐凉 而今虽然是冬季 岭南却依旧炎热 只有夜晚才有些凉意 球水竟听罢苏云的经历 心中感慨万千 道 你这大半年时间 比我当初几年过得精彩多了 你是才说要买矿工 那么你准备何时带圣佛和道圣离开 他毕竟是聪明人 文贤而知雅异 苏云讲到海外人魔于境之乱 他便猜出 苏云此来的目的 并非是看望自己 而是为了道圣和圣佛 袁硕四大神话中的圣佛和道圣 道心成就极高 苏云显然是准备用这二人来对付于境 苏云道 越快越好 球水竟沉音道 圣佛和道圣 是我岭南结回场的洞梁之才 虽然是圣人 却每天下矿坑挖矿 被你借去 结回场的结回产量恐怕就 苏云笑道 场都 我与梧桐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叫做广寒境界 我用这个境界 与先生交换圣佛和道圣 场都意下如何 球水竟动容 请他细细讲解广寒境界 待苏云展现广寒动天 球水竟连忙换来哨音 道 让那些世子快点过来 还有 把老佛和老道爷请来 他口中的世子 其实是追随他变法的天道院世子 球水竟被贬 这些世子也一同被贬到岭南挖矿 圣佛与道圣很快来得到 道圣背着装结辉的框 面黑如炭 笑道 我是晚班 趁夜挖矿 还未来得及清洗一番 圣佛身边则是青秋月 李小凡也跟了过来 这两只小狐妖跟随到圣和圣佛修行 本领越来越高 只是见到苏云 却还是轻逆万分 苏云与他们玩闹一阵 向圣佛与道圣道 我准备对付人魔余境 需要两位道兄的帮助 道圣道 降妖除魔 买出家人本分 你说的这个人魔余境 很强吗 苏云道 人魔余境乃西方圣皇 掀起盘阳之乱 勤拿镇压八十三神魔 准备将他们血迹 他还未说完 道圣和圣佛起身便走 苏云道 我和巫童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补全第一圣皇的部族 可以将性灵修炼到仙人的层次 道圣停步 折返回来坐下 笑嘻嘻道 谁让老道被场都卖了呢 也罢 那就舍了一身寡 会依会这人魔余境 圣佛也折返落座 道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苏云会议 两位圣人 我都明白 待到所有世子到齐 苏云这才从头开讲 一边让众人观摩自己月中贵属 一边讲解 如何画广寒洞天的元气 为月华凝落 所有人都听得如痴如醉 开辟一个境界 这是何等的成就 自古以来 除了第一圣皇开辟六境界之外 便只有夫子 做到了开辟境界 求水竟也没有想到 自己从天使园无人屈中 带出来的一个少年 竟然会在七个境界的基础上 补上一个境界 苏云把广寒境界讲了一半 停顿下来 向梧桐道 我讲累了 梧桐 你也是这个境界的开辟者 剩下的 你来讲吧 梧桐挣了挣 心知他并不贪功 要借此机会 成全自己的名声 于是走上前来 继续讲下去 求水竟与一众天道院世子呆滞 道圣和圣佛两位神话 更是险些道心崩溃 梧桐是人魔的事情 其实并非是秘密 然而人魔开辟了一个境界 并且教授他们 多少让他们有些道心动摇 备受冲击 圣佛率先反应过来 沉声喝道 向游心声 求水竟与天道院世子 都是聪明过人之辈 立刻醒悟过来 不再理会梧桐的身份 继续倾听 待到梧桐讲完 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 苏云与梧桐 又各自展露自己的月中桂数 任由众人观摩观想 这段期间 求水竟又命几个世子 把隐隐的广寒境界 格物笔记抄录一遍 神色激动道 由此境界 或许是袁朔超越西方的机会 少英道 苏世子 你先不要将广寒境界传到西方 容我袁朔先推广 道法无国界 但林氏有家国 苏云目光落在求水竟身上 道 有东都大地在 广寒境界可以推广全国 汇集所有世子吗 少英正了正 苏云继续盯着求水竟 道 地平一日为地 广寒境界 便休想在袁朔推广开来 最多成为原家 或者事罚贵族的珍藏 少英道 你若是传到西方 便会成为西方屠杀袁朔人的戾气 苏云的目光 依旧落在求水竟身上 没有任何一动 道 或许 求场都依旧对皇帝抱有期望 以为将广寒境界送到宫中 皇帝便会大发慈悲 推广全国 振兴袁朔 求水竟默然 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苏云道 更应该前往朔方去建老朴霸子 借老朴霸子的文昌学功 推行广寒境界 求水竟不达 苏云道 有了一个境界的差距 朔北陆陵军虽然兵力较少 但也可以支撑下来 对抗朝廷进攻 甚至 说不定老朴霸子 可以因此胜过朝廷 胜过朝廷之后呢 求水竟道 建立另一个朝廷吗 你应该看到 左松岩并无治理天下的办法 他所做的 无非是另一个朝代循环而已 而他改朝换代期间 是无数人的死亡 那么 你就去教他 该如何做 苏云断然道 左松岩没有治国理念 但是你有 你有的话 就借左松岩之手去试试看 难道先生 真的要一直留在这里做长都 留在这里挖结灰 求水竟脸色黯然 笛声道 容我考虑考虑 苏云道 千番周 我已经帮先生练好了 此周内部 可以储存万兵 先生若是前往朔方 利用此周 天降灵气 改变战局 灭朝廷十万大军 不在话下 解救黎明于水火 先生也可以助朝廷 灭律邻军叛乱 斩杀叛贼左松岩 凭此功劳 先生可以重返朝堂 位列三宫 求水竟低声道 容我考虑 苏云离去 岭南城外 梁桐站在苏云身后 远望这座城市 悠然道 苏师弟 与我赌一次吗 苏云扬眉道 怎么赌 只赌输赢 没有赌注的那种 梁桐红长飘荡 道 赌球水竟会不会前往东都 把广寒境界献给地平 借地平的锤爱 继续入主朝廷 推行变法 然后 他会再度投破血流 苏云看到一辆出城的竹笼面 摇头道 不赌 我输了 他站起身来 求水竟在那辆 前往东都的竹笼面中 水晋先生自始至终都是士大夫 他是不会反抗朝廷的 苏云迎风而立 道圣一袍飘飘 在后方问道 阁主 何时动身前往西土 苏云迟疑一下 没有作声 梁桐笑音音道 你还不死心 还想与我赌 苏云猛地转身 向道圣道 人魔余境极为强大 两位是否还有就圣觉学 修炼到绝顶的友人 不妨请来助阵 道圣和圣佛对视一眼 道圣笑道 我们的好友都已经老死了 不过就学修炼到绝顶的人 袁硕还是有不少的 阁主稍等几日 容我们去寻来 苏云躬身 道 有劳两位 道圣和圣佛离去 苏云直起腰身 梧桐在他身后道 你就是不死心 苏云不答 道 我们去东都 东都 求水竟悄然入京 联系上帝平 连夜入宫 私下见地平 道 陛下 我有良策 可以化解靴 温势力 解救朝廷与水火 平息朔北之乱 说吧 线上 广含境界格物笔记 求水竟道 臣以为 将此法推行天下 几年之内 必胜外国 强大元朔 地平翻阅笔记 龙岩大阅 道 有水竟先生扶持 朕高枕无忧了 于是赏求水竟 先居住在皇城之中的三溪殿休息 事业 求水竟掌灯夜读 忽然变见阴风惨淡 吹开三溪殿门户 阴风中一道 剑光斩断 求水竟头颅 荡 那道剑光落下 却见地上 是一面明镜 阴风中的隐约立着一人 剑状赤了一惊 急忙转身 却见求水竟 掌灯 站在他的后方 陛下 你让臣失望了 求水竟但莫道 那阴风中的 正是地平 手持大圣灵兵宣援剑 哈哈大笑道 求爱卿 你并未让我失望 你线上的 广含境界格物笔记 正是朕需要的 朕一直以来 被薛清府和温关山拿捏 在朝中权势越来越小 动弹不得 在外 又有左松炎在朔方造反 可恨薛温二贼 不让朕去平凡 薛朕威望 但是有了广含境界 朕便可以从容修炼 待到修为一举超过薛温二贼 朕便可以诛杀二贼 重夺大权 求水竟举着灯 灯光中只见艳心处 有一艘千帆之舟 静静漂浮 色声道 所以 陛下绝不可能推行变法 推行广含境界于众生 救援朔于威王 帝平哈哈笑道 怎么可能 哄 灯光艳心中 那千帆之舟突然光芒大作 千帆浮动 一道光芒射出 这一夜 三溪殿内刀光剑影 有大恐怖 过了不久 帝平倒地 气若油丝 求水尽脸色黯然 从三溪殿内走出 笛声道 臣不想 做个弑君之臣 陛下 你我君臣之情 师徒之情 两清了 从今往后 我便是朔北叛贼求某 帝平口中吐血 带他离开 这才低笑起来 求水尽 天真的书生 你竟然不杀朕 你别忘了 朕还有 广含格物笔记 朕还是可以夺回权力 还是可以掌握朝廷 这时 戈支的推门声传来 帝平勉强撑起身子 借着月光看去 只见月色下 人影朦胧 那月亮是一座广含洞天 月中有桂树 月下有黎珠 帝平可雪 大声道 你是谁 侍卫 侍卫 广含禁剑 是我开辟的 我不会交给陛下 那人影走来 捡起地上的轩辕剑 淡淡道 陛下不要叫了 陛下为了杀求水尽 不是把侍卫遣走了吗 地平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看着那月下的人影 扬起剑光 公平一战 你可敢与朕公平一战 你不配死在这口剑下 那人影将轩辕剑丢开 取出一个木头盒子 三溪殿中 剑光亮起 仙剑斩妖龙 片刻后 地平的人头滚出三溪殿 光 钟声响起 东都炮烛声震震 苏云回头看去 那是东都的人们 在庆祝原始元年的 最后一天过去 冬日的血淫着钟声 迎来了原始两年的第一天 到了下半夜 温关山得训 匆匆赶来 剑状吃了一惊 立刻出手斩杀宫中 所有知道此事的侍卫 原始二年初一 温关山披着地平的皮囊上巢 同一天 秋水竟在大雪纷飞的天气里 坐上前往朔北的竹龙面 追随他的许多天道院士子 正在从岭南赶往朔北 第354章 领队学哥秦武林 温关山退朝之后 退去地平的皮囊 习惯性地回到丞相府 丞相府的书房中 苏云已经等待多时 原说温丞相 尽管神通广大 但丞相府对于 有梧桐在身边的苏云来说 并不难进去 温关山进入书房时 苏云正在翻阅书架上的书籍 这书房原本毁于苏云之手 丞相府岂能没有书房 自然会重建起来 不仅重建 这里的布局 甚至与先前一模一样 便是连书架上的书 也与先前一样 显然温关山命人 重新抄录了一份 温关山看到书房中的苏云 先是心中一惊 随即坦然落座 放下厚厚一叠奏章 道 我看到地平的尸体之后 便猜到是你动的手 这天下 敢于杀皇帝的人 左松岩还有便是通天阁主苏云 苏云身后 神魔的影子床床 在节灰灯的光芒照耀下 显得猙獰恐怖 知道地平已死的人并不多 除了你我之外 便是梧桐 书怪盈盈和十三神魔 苏云悠然道 我杀地平 水晶先生也不知道 所以 你伪装成地平 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能揭发你 温关山知道他话中的意思 无非是用这一点来拿捏自己 笑道 求水晶毕竟适世世大夫出身 他很难全心全意造反 以他二晶的实力 已经可以斩杀地平 但是他却没有出手 而是让你捡了便宜 可想而知 他心中对地平 还是抱有一丝期望 求水晶变法失败 地平被求水晶和苏云 破了五魔之身 修为实力骤降 在朝中势力也大不如从前 屡屡被温关山和薛青福打压 郁郁不振 这大半年来 他的修为没有寸进 反倒是求水晶无关一身轻 修为实力大增 苏云率领十三神魔 为他重练同天千帆周 让他的实力更上一层楼 在这等情况下 求水晶若是要杀地平的话 其实并不困难 之所以没杀 正是因为他内心之中的 君君沉沉的观念作祟 在求水晶这样低视大夫心中 若要废皇帝 便需得率领异军 招告天下 宣布皇帝的各种荒淫无道 天怒人愿 骑兵争讨 杀入皇城 他要做的是 当着天下众生的面 数落皇帝罪行 发配流放 但你不一样 你是我教的 温关山面色温和 眼神却有一丝脚块 瞥了苏云身后的神魔影子一眼 道 我从未教过你一个 士大夫该怎么做 也未曾教你 君君沉沉这些东西 苏云微笑道 所以我一直很感谢老师 老师就算在海外 让明玉飞色诱我 我也未曾埋怨过老师 温关山哈哈大笑 没有否认 明玉飞的确是我弟子 他去对付你 一半是出于我的授意 另一半则另有欺人 其实 我只是想借他之手 让你去对付神帝而已 他若是能杀掉你 自是最好 退而求其次 便是让你与神帝作对 苏云把书放回书架 道 可是 我已经不再是 往日的那个我了 是啊 温关山感慨万千 道 你离开朔坊之后 便是猛虎出侠 令我刮目相看 到了海外 一连串举动 更是让我瞠目结舌 叹为官职 当年我远行海外 是存了一些心思的 不要却在神帝和罗胜皇那里 先后吃了几次亏 于是退守海内 苏云目光闪动 秦武林和韩军二人 都曾先后前往海外游历 这二人前往海外的时间 很早 在大秦 击败袁朔 之前他们便已经去了海外 在那时 这二人便在海外布局 他们对海外的格局 也一清二楚 你虽是通天阁主 却只是袁朔的伟阁主 在海内有势力 有海内通天阁保你 但在海外 你一无所有 温关山一边批阅奏章 一边道 你却在海外风生水起 先是结识月流息 站稳脚跟 后是海内通天阁渡海 保住自身 再是与元老会联系上 你又借我与罗胜皇 想对付神帝之机 趁机结识神帝 再借小圣皇与罗胜皇之间 生出间隙 趁机逼宫 与小圣皇一战 一举夺得通天阁主之位 他叹道 这等心机 这等手段 即便是我也自叹服辱 而你释放九十六神魔 更是出乎我的意料 搅乱西方 稳住元朔局势 引得罗胜皇 无暇对付你 至于你资助左松岩造反 帮助火运动 竹井照炼除心魔 这反倒都是小事 苏云微微动容 上前拿起一片奏章 一边阅读 一边道 没想到 领队学阁在海外 还有这么大的势力 他翻看奏章 温关山批阅的奏章 却是井井有条 颇有明君的架势 温关山继续批阅奏章 突然墙上一张狐狸皮耸动 从墙上脱落 落地化作野狐先生 背负双手道 我在遇到罗胜皇和神帝之后 便知道 元朔将来必会 拜在罗胜皇的手中 此人是天生的圣皇 无与伦比 再加上心学昌盛 元朔的旧圣觉学 已经两三千年未有进步 拜在罗胜皇和心学手中 理所当然 苏云看到野狐先生 微微皱眉 他向温关山看去 温关山还在批阅奏章 有条不紊 这时 地平从书架间走了出来 抽出一本书 道 大秦罗胜皇早晚会统治元朔 我对抗不了他 韩军也不成 当年我便是追踪他前往大秦 我拜在罗胜皇和神帝手中 他也是如此 苏云扬了扬眉 从书架间走过 仔细观察地平 道 那么 老师是打算在罗胜皇一统西方之后 便向罗鱼镜投降 博取罗胜皇的赏识吗 地平与他印象中的地平 简直一模一样 没有半点差别 但是 苏云知道自己已经将地平斩杀 可见 温关山的能力是何等可怕 我不如罗胜皇 哀帝 地平还不如我 这时 书房外又有一人走来 苏云却不认识 但此人气宇轩昂 有浩然之气 应该是一位大儒 那大儒慷慨陈词 我来做这个皇帝 若是能打过 那就打 若是打不过 那么便举国投降 但我袁硕肯定是打不过的 所以举国投降 才可以保全袁硕 苏云皱眉 看了看这大儒 又看了看地平和野狐 目光又落在温关山的身上 又有一个道人走入书房 笑道 此乃顺天而为 云儿 你不要逆天行 否则必遭天谴 那道人气质不俗 颇有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 能够借来天地唯丽的感觉 绝对是道门之中的高人 苏云微笑 道 不知道薛青甫是打算投降 还是打算对抗罗胜皇 韩君并不完整 他只是一个懦弱的人 书房外 一个僧人走来 慈眉善目 佛法精深 道 薛青甫不过是韩君的一张面目 他只敢躲在面具后 你让他直面罗胜皇 苏云哈哈大笑 道 那么老是以为左松岩如何 左松岩 朔北土匪 匪气有余 皇气不足 也配称帝 至于求水尽 书生义气而已 一个又一个面目各异的身影 从外面走来 在书架间缓缓走动 查看书架上的书籍 苏云目光闪动 笑道 老师召集这么多身外化身前来 就这么怕死 惧怕我把老师也干掉了 书房中 数十位面目各异的强者一口同声 哈哈大笑 于儿 你放出九十六神魔 看似一招妙棋 实则是一招婚棋 九十六神魔 八十三位 已经被罗鱼尽锁情 十三神魔在逃 他们伤势如此之重 别说罗胜皇 就算是我 这十三神魔也未必是我对手 是吗 苏云喉咙中突然传来厚重无比的声音 像是无数个神魔一口同声的嘶吼 其中又夹杂着女子的声音 刺耳嘹亮 哄 所有书架纷纷炸开 书籍破碎 变成积粉 滔天神魔之气 将这座书房镇的扭曲 膨胀 被称成一个圆球 温关山一个个身外化身 气血浮动 亮腔后退 苏云身后 空间扭曲 浮现出一个个神魔的面容 猙獰 恐怖 温关山哈哈笑道 你们真就以为 圣人是浪得虚名 书房表皮脱落 浮现出一面面符文之墙 苏云身后 香柳等神魔脸色大变 这时 盈盈站在苏云肩头 盯着温关山手中 批阅奏章的笔 冷冷道 封印符文 早已被苏世子和我破解开来 你造的这符文之墙 根本没用 温关山手中的笔停下 那敢笔画做一个 与盈盈差不多高的少年 微笑道 盈 你好生绝情 苏阁主 你此来所为何事 苏云道明来意 道 你乃是救圣觉学中的 极大成者 我邀请你奔赴西方 斩杀人魔于尽 破你心中之魔 你若是不答应 你死在这里 那少年丹青 脸色微变 这时 书房的门突然倒下 门外一个高大的男子 走了进来 你是借救圣觉学的 道心造诣 压制人魔的魔性吗 我答应了 盈盈听到这个声音 心神一颤 回头向那高大男子看去 领队学哥 秦武林 终于出现了 苏云也是心头威震 突然明白过来 当年朔方城雪灾 被装在棺材里的 李家老祖 看到的那具复活后 不翼而飞的尸体是谁 那具尸体 并非是韩军的尸体 而是秦武林的尸体 那天 秦武林尸体 被韩军拖出藏龙林 穿过积血挨挨的天使园 经历了神王夺位之战 韩军终于拖着自己的好友 秦武林的尸体 来到了朔方 饥寒交迫之下 他倒了下来 秦武林的尸体与韩军 一起被拖入礼府 第三卷 天外有天 第355章 苏云的乌合之众 秦武林的出现 让盈盈也是心神大振 正正地看着秦武林 一时间难以平复下来 难道他真的没死 不对不对 他的却死了 人魔和龙林都确认过 藏龙林案 不可能出现更多的可能了 因为盈盈也是经历者之一 他解开被韩军封印的记忆之后 真相基本上明了 突然 交书奥走到苏云身边 递过来一个直角 苏云低头看去 只见纸上写着一个字 皮 皮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 苏云心头微震 向梧桐看去 梧桐脸色淡漠 苏云压下心头的记动 向秦武林道 既然如此 那么大秦云都恭候大驾 秦武林侧身 让出道路 苏云经过他的身边 盈盈直直地看着他 秦武林微微一笑 盈盈久久无法回过神来 梧桐 你说的皮 是什么意思 苏云离开丞相府 立刻问道 盈盈证了证 不解地看向他们 秦武林只是一张人皮 梧桐淡淡道 秦武林的姓林 寄生在丹青笔上 他试图从笔转移到 自己身体上 尝试变成半魔 然而他却忘记了一点 那时的他已经寄生在笔上 他已经不是人了 而是怪 怪的姓林寄生到尸体上时 是无法变成半魔的 苏云疑惑道 所以 梧桐淡道 所以他只能利用 秦武林的皮囊 并非是真正的秦武林 秦武林 应该是他的第一个皮囊 从那之后 丹青搜集的皮囊 便越来越多 他在面对你时 担心你对他不利 所以出动 他搜集到的所有皮囊 而秦武林皮囊 是乱你心神的杀手锏 隐隐失魂落魄 不知道有没有听清 此人面目太多 不可信 娇书傲道 苏云咒梅道 笔怪不是他 温关山不是他 秦武林也不是他 那么 哪个才是他的真身 梧桐摇头 我试材在探查时 发现无法进入他的内心 他曾经败在 罗鱼镜之手 我担心他不可信 苏云皱眉 过了片刻 舒展眉头道 那么 我们便去见另一个人 比他心术还要不正的人 东都太尉府 一个个面具 从墙壁上脱落 各自落地 长出四肢 在地上墙上 飞速攀爬奔跑 有的面具 还躲在墙壁后面 柱子后面 鬼鬼祟祟地偷瞄苏云 苏云和薛青甫对面而坐 梧桐坐在旁边侦察 苏云 向梧桐低头称谢 询问对面的薛圣仁 道 圣仁当年留学海外 应该遇到过 罗鱼镜罗圣皇吧 薛青甫微笑道 大秦罗圣皇 海外天庭神帝 我都曾拜会过 他是人魔 我要杀他 苏云举杯 道 他是人魔 你有对付人魔的经验 他此言一出 顿时所有的面具 都露出骇然之色 纷纷躲藏 似乎不敢听苏云的话 薛青甫却面色不改 瞥了梧桐一眼 笑道 这么说来 你来找我之前 已经找了另一个人 苏云没有隐瞒 点了点头 薛青甫冷笑道 然后你发现他靠不住 想请我一起过去前置他 苏云再度点了点头 薛青甫沉默片刻 道 他的确靠不住 他早已投靠了罗圣皇 你去见他 可以说是自投罗网 他顿了顿 当年我正值新旧之交 有几天虚若期 必须要避开他 免得被他寻到 暗害了我 所以我前往海外 在我心中 海外一直以来都是蛮夷之地 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人物 我在那里 却遇到神帝这样的存在 也遇到圣皇罗鱼静 没想到他也跟了过来 薛青甫冷笑道 秦武林早已不是当年的秦武林了 他早已被罗鱼静折服 变成了罗鱼静的狗 不过你放心 我自有针对他的办法 苏云起身 道 既然如此 有劳圣人了 薛青甫起身相送 若有意若无意道 昨晚皇宫中有剑光浮影 没有出什么事吧 我杀了皇帝 苏云淡淡道 太尉府中的面具们 纷纷从角落里探出头来 窃窃私语 露出激动之色 薛青甫沉阴片刻 笑道 我明白了 对付罗鱼静 我一定会到场 为铲除人魔 哪怕是粉身碎骨 也在所不惜 苏云客套两句 告辞离去 吴同道 这两人都不可信 他们两人当年 一定都在人魔于尽的手中 吃过亏 而且是很大很大的亏 苏云停步 看着他并不说话 吴同道 我深知罗鱼静 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他面对出色的人 才实不会杀你 而是折服你 他会给你尽情 施展你的才华的机会 让你施展出一切手段 针对他 对抗他 甚至杀他 最终 你走投无路 让你不得不投靠他 对他再无半点的反抗之心 被他折服的人 很少胆敢再度反他 苏云笑道 但是你却反了他 吴同道 我是人魔 一个人魔 绝不可以去相信 另一个人魔 他相信了我 所以他输了 苏云向前走去 笑道 他们二人 的确不值得信任 但他们二人比人魔 还像是人魔 毕竟 苏云回头笑道 当年连你和龙龄 都不是败给了他们 吴同微微醋眉 苏云走后 薛青甫则 实施然来到天牢 进入天牢最底层 笑道 你报仇的机会来了 温丞相 锁链晃动 哗啦啦作响 一只身躯庞大的 半人半狗的怪物 被镇压在这里 周身被锁链锁住 挂在空中 那怪物嘶吼 腥臭的气浪 扑了薛青甫一头一脸 薛青甫微微一笑 不以为意 随手一挥 那狗手人身的怪人 周身锁链断开 重重落地 薛青甫笑道 随我去海外一行 我给你报仇血恨的机会 而在此时 温关山和地平 依旧留在朝堂上 总理朝政 而秦武林 却已经登上 前往海外的楼船 韩军啊韩军 你以为我料不到你的下一步 秦武林站在船头 背负双手 迎面波澜壮阔的大海 微笑道 我拿下杂胜 大获全胜之下 你以为我有猫捉耗子的心理 故意把杂胜镇压在天牢中 折磨取了 我不会留下任何破绽 如果有 那就是 我留给你的 他哈哈大笑 笑得很是快意 另一边 苏云终于等来了圣佛和道圣 这两尊圣人 去寻找就圣绝学的顶尖高手 终于归来 苏云看到到圣和圣佛 寻到的这些高手 面色一沉 他在这些人中 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 他在丞相府见过这些人 正是温关山的身外化身 不仅如此 他还看到了 挂在太尉府墙壁上的一些面孔 却是薛青府的化身 苏云定了定神 这一窝子腐朽之辈 薛青府温关山 快要把袁硕朝廷掏空了 好在这里面还有其他人 苏云看看那个头顶雷击不断地如是 和身边的少年 心里既是欢喜 又是头疼 他还未近身 便挨了好几记雷击 圣佛和道圣 果然是老糊涂了 苏云太阳瘸突突直跳 不知是被雷劈的 还是被弃的 行到 他去请就学的高人 请来了薛青府 和温关山的化身部说 连灵岳先生和花二个 也请了过来 林岳先生和花二个 他们是如道心学的人 小云 花狐很是兴奋 不断往苏云跟前凑 一道道雷霆咔嚓咔嚓 披在苏云的脑门上 苏云额头上 一行鲜血流了下来 小云 你最近做的坏事不少 花狐惊讶到 他愈发英俊了 与苏云站在一起 丝毫不落下风 二哥 你离我远一点 便没有天雷劈我了 苏云好不容易把花狐撵走 继续打量剩下的旧学高手 脸色微变 他看到了 有几个老者 身着火云洞天的服饰 一经边绣着火云洞天的符文 火云洞天的长老团 苏云头大 眼角乱跳 火云洞天的警召洞主 已经退位 让位于于青罗 但是火云洞天的长老团 和其他子弟 对于青罗去海外 学习心学的事情并不满意 早有换一个洞主的念头 更为关键的是 苏云现在 也可以催动火云洞天 若是被这些气势汹汹的长老团 发现此事 连苏云也摆脱不了干系 道圣和圣佛老神在在 似乎对自己请来的人 很是满意 我们俩人脉真广 道圣感慨道 圣佛道 这是我们四大皆空 与人友善的结果 苏云脸色不善 转头看向一旁的大海 水手正在喂养海龙 海龙长鸣 金散海鸟 他们将会乘着楼船 前往海外的稀土大陆 而麒麟等人 则在家井疗伤 以备不测 通天阁 藏书界 白泽正在整理书籍 让书怪笔怪们 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 这时 藏书界出现一道门户 罗鱼静推门走了进来 白长老 罗鱼静见礼 这几日 我听闻渔国 牙字 酸泥等长老纷纷遇袭 特来保护白长老的安危 白泽摘下头顶装饰用的羊脚 丢在一旁 淡淡道 他们遇袭 不正是你下的手吗 罗鱼静哈哈大笑 听闻白长老精通天下一切神通 我很想领教 第356章 太岁头上冻土 藏书界中 果树下 一个个小小的书怪 紧闭门户 不敢出来 鱼静 我不是没有怀疑过你 但是谁又能想到 平息了盘阳之乱的圣皇 便是盘阳之乱的元凶 白泽身躯一晃 化作羊脚白衣少年 很是斯文 罗鱼静一头白发 站在他对面 面带微笑 也是少年模样 明玉飞和苏格主 前来调查盘阳之乱的时候 我也落入你的算计 去猜疑神帝 少年白泽戴着一副 小小的琉璃眼镜 有锁链挂着 他摘下眼镜 放在胸前的衣兜里 道 四千年前 随着最后一位圣皇宇的词室 天下神魔进风 应龙归入天门 前往北缅长城自我封印 他目光落在于静的身上 微笑道 自那之后 天下神魔只剩下通天阁七元老 应龙等神魔固步自封 而我七元老却一直清醒 随着这世间神通的进步而进步 罗鱼近赞道 我已经见过于国 牙字 酸泥他们 他们的本事 的确直追英龙 进步非凡 而白长老掌管了通天阁的 知识宝库藏书界 想来实力更强 少年白泽微微一笑 道 你见过了其他长老的本事 但是我的确与他们不一样 因为我是真正的全知全能的神奇 哄 他的身后重重空间炸开 空间扭曲 形成一个个旋转的洞天 洞天中是一个个神通广大的神魔 那些神魔并非是真实存在 而是白泽的知识所显化 以天地元气凝炼而成 少年白泽身后 多达1520座洞天 1520种神魔 这些伟岸正宁的身躯 突然间仰起手臂 身体后倾 握拳轰来 罗鱼近抬手变挡 无比恐怖的元气波动传来 那一瞬间爆发出的力量 堪称绝世 一击之下 将藏书界打穿 1520种神魔的力量 悉数藏在少年白泽这一集之中 不但将藏书界轰穿 甚至连罗鱼近身后的层层空间 也被打穿 罗鱼近被那股恐怖的力量碾压着 向后倒飞而去 但见他身体两侧一座座祭坛 哗啦啦飞速叠加 一尊尊神魔虚影浮现 落在祭坛上 催动法术 施展大计 哄 一座座祭坛明亮起来 罗鱼近一边被碾压得飞速后退 一边周遭的空间 不知从哪里钻出一只只白骨大手 扣住他的肉身 抓住他身体各处 甚至有的手掌抓入他的肉身之中 擒拿他的姓灵 他的身后 层层叠叠的空间炸开 一层又一层地府出现 数不尽的神魔尸骨堆积如山 有巨大的骷髅从尸山中站起 手持全杖 咬指罗鱼近 罗鱼近用力挣扎 却始终无法挣脱 而他的对面 破碎的空间的尽头 少年白泽身后 神魔动天旋转 净显一带神奇风范 鱼近 神仙有仙剑 而死后的神仙 则有明渡 我将你发配到明渡去沉沦 少年白泽又是一击轰懒 浩荡磅礴 你这等魔我 便该去那里 空间剧烈震荡 一层又一层明渡打开 罗鱼近急剧坠落 他的两旁是明渡的景象 愈发争名恐怖 待他落到第十七层明渡之时 只见有两尊身高万刃的恐怖魔神 一个长着牛手 一个长着马手 正在抽打制考神魔的姓灵 那马守魔神 瞥见罗鱼近 探手抓来 就在这时 罗鱼近露出笑容 仰头看向十七层天外的少年白泽 白泽 你的确很强 强大到可以与阴蒙媲美的程度 你是为二能让我吃亏的神奇 但是 你知道先吗 少年白泽脸色微变 第三级红暗 这一级 他要将罗鱼近打入明都第十八层 只要将其发配到第十八层 哪怕是 罗鱼近在神通广大 也逃脱不得 然而下一刻 罗鱼近身躯突然变化 化作一面巨大的仙路 仙路四周 七座朝天雀浮空 环绕着仙路 又有九十三面玉碟漂浮起来 叮叮叮撞在仙路上 嵌入仙路之中 仙路光芒爆发 那马手魔神的大手 几乎要抓到罗鱼近 见到那仙路 脸色大变 急忙抽手 明都第十七层的空间剧烈震荡 混沌海碾破明都 一口大顶的虚影 漂浮在混沌海上 少年白泽第三季轰来 试图轰碎仙路 然而一道光芒 从大顶中射出 透过仙路 迎上白泽这一击 少年白泽脸色大变 急忙躲避 随手划开一道门户 便要逃顿出去 突然间 藏书界剧烈晃动起来 苹果树和树上的木头房子 震动不休 小房子里的书 怪比怪惊叫历练 那藏书界的空间 出现一道道裂痕 即将湮灭 少年白泽见此情形 猛地咬牙 1520动天 遍布藏书界 稳住藏书界 猛地抬手 将苹果树拔起 手掌一推 苹果树连通树上的房子 以及书怪比怪 一起消失 他刚刚送走通天阁 这四千多年来的成果 藏书界便轰然炸开 混沌海碾碎藏书界 降临到他的面前 这时 空间封死 少年白泽 自知再无逃走可能 于是腾空而起 挥拳向仙路轰去 他身躯一动 1520神魔的身形启动 从各个方向挥拳轰来 混沌海上 那口起落沉浮的大顶光芒爆发 伴随晦涩难懂的声音 从另一个世界传来 轰鸣震荡 一道仙光轰击在仙路上 同一时间 1520神魔的虚影 与少年白泽重叠 这一拳带着无匹的力量 落在仙路上 仙光透过仙路 光芒爆发 咩 少年白泽身躯扭曲 献出真身 下一瞬间 便被仙光直接打成一面御蝶 白泽被压缩成平面 封印在御蝶之中 94面御蝶了 一块块御蝶从仙路上脱落 漂浮在空中 七面朝天雀 也镜子平息下来 罗鱼镜从御蝶形态 转变为人身 他捡起白泽御蝶 赞道 白泽不愧是通晓一切神通 学识最为渊博的存在 若非你不通仙闻 说不定你便赢了我 可惜 事才那一幕 着实惊心动魄 罗鱼镜也没有料到 看似人畜无害的白泽元老实力 竟然这么强 一招之下 便将他打入阴曹明都 险些将他葬送在第十八阴曹之中 一面面御蝶围绕他飞舞 相继引没到他的灵界中 只是罗鱼镜也并没有留意到 少年白泽最后一击 虽然没有击中他 却将那一击的力量 传达到其他御蝶之中 一面面御蝶的表面 浮现出一道道微不可查的裂痕 现在 还有皮修与太岁 皮修好找 太岁哪里去了 罗鱼镜微微皱眉 取出两个皮修环 放在地上 皮修环蒙的一声震动 一座皮修之门浮现 他推门入 只见这一界已经空空如也 通天阁的财富 被人搬得一干二净 这个皮修 跑得到很利索 罗鱼镜笑道 难道是从太岁哪里得到了消息 但你们又能跑到哪里去 海面上 风波正经 楼船的水手紧张万分 有灵式催动神通 尝试改变天气 对抗风浪 又有灵式大声道 大家不要惊慌 海中有神奇 名叫渔国 只要祭品给足了 他老人家会平息风浪 不过令那灵式惊讶的是 这一船上所有乘客都不惊慌 甚至连一丝紧张的感觉都没有 反而老神在在 似乎对海面上波涛凶恶的场面 毫不放在心上 一道海浪排来 足足有五层楼高 海浪中有魔怪穷凶极恶 兴风作浪 突然 一道剑光闪过 将浪中魔怪脑袋冻穿 船上水手们心中一惊 便见一黑衣男子运转法力 将那魔怪尸体托起 放在楼船甲板上 像一只大黑凤刀 吃 我请 那是渔国神奇的手下 楼船上水手们面色如土 有人当即 便要跳船逃生 叫道 渔国神发怒 我们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这时 海面裂开 探出一个巨大的脑袋 马首于伸张于尾 叫道 渔国已死 我乃海中心神马宝 而等胆敢杀我先锋 使我闪电五连边 说罢既起一宝 催动那闪电五连边 碰 一道火光闪过 那海中心神的脑袋炸开 火云洞天的长老团 若无其事 其中一位长老谈了 淡手指头 仿佛只是淡指之牢 苏阁主 你身上有我火云洞天的气息 那位长老道 听闻阁主 与我们火云洞的 伪动主欲 倾罗走得很近 苏云想了想 身后的影子中 浮现出各种神魔 猙獰可怕的虚影 那火云洞长老健壮 火云洞长老团 每一个都精修一种就圣绝学 修炼到绝顶境界 只差一步 便可以成圣 道圣来到苏云身边 巧声道 这些老家伙 虽然脾气不好 也歧视心学 但道心造诣绝对够高 苏云额头青筋乱窜 低声道 请他们来 我懂 但是为何把林月先生 和我二哥也请来了 道圣正欲说话 脑袋上又中了几道天雷 头顶道记里冒着黑烟 圣佛身躯高高瘦瘦 道 林月先生乃是如道星宿 是袁硕最有望成圣的存在 自然须得有他 咔嚓 一道雷霆 披在圣佛的脑门上 圣佛未曾来得及催动精深 脑袋上留下一道金色血液 圣佛没有半点动怒的样子 笑道 孽障 若非佛爷气量好 便要你当场归西 正说着 有人叫道 海面上飘来一座肉山 肉山还长着两只眼睛 古怪也在 那肉山动了 船上水手激动莫名 纷纷凑到船舰边观望 就在此时 那肉山突然化作一尊魔王 咚的一声跳到船上 哈哈大笑 叫道 这一船的小兔崽子听着 我乃太岁神王 要征调你们的船前往袁硕 今日你们不答应 也得答应 否则统统打牙计 埋葬在太岁爷爷的武藏庙里 船上众人纷纷仰头 看着这座肉山 太岁低头打量众人 心头一凸 又看到苏云 脸色骤变 他奶奶的 这是谁在太岁头上动土了吗 侦探娘晦气 喝海水都塞牙 第357章 前眼 原来是太岁长老 长老留步 太岁正欲溜走 听到苏云的声音 不由打个机灵 脚下像是有钉子钉着一般 怎么也移动不了腿脚 苏云面带喜色 向众人笑道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朱俊 我们此行大吉啊 这位是我通天阁太岁长老 七元老之一 太岁长老 你不留在通天阁中 为何漂泊在海上 太岁努力缩小体型 化作一个大头少年 尽量乖巧一些 裴笑道 原来是阁主 我差点便冒犯了 这些未便是袁硕才俊 果然各个英雄出少年 我还有事 要去袁硕探亲 便不打扰了 告辞 告辞 他转身便要跳入海中 苏云咳嗽一声 不嫌不淡道 长老留步 太岁站在船船边 看了看大海 行道 我纵身跳下去 一路催动法力 狂飙数千里 他肯定追不上我 但金屋 九凤 麒麟 饕贴他们每个 都能追上我 我身躯肥大 速度不快 土顿还行 在海里面这石石斩不开 而且 这次身边站着这么多 满脸横肉的家伙 看起来都不像是好人 好汉不吃眼前亏 他转过身来 圆滚滚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阁主咳嗽 莫非受了风寒 我的肉炎年易瘦 驱邪之病不在话下 我给阁主切一块 熬制成药 人魔于静为祸西方 我作为通天阁主不能不问 所以率领袁硕高手 征讨于静 你先不要回袁硕 随我一同去 太岁陪笑道 阁主 我这人没什么本事 打架不成 智谋也不成 高不成低不就 还是不去帮倒忙了 苏云皮笑若不笑道 长老 我这里有 十三位老哥哥老姐姐 很想与你谈谈 关于你和于静暗害他们的事情 他随手一挥 十三座木门 椅子排开 出现在甲板上 其中一座门户搁置一声轻响 缓缓开启 一只青灰色的手掌 抓住门框 指甲半尺长 太岁看着那手掌 不由身躯颤抖 嘿嘿笑道 是女丑姐姐吗 姐姐不要吓我 是我 穷奇的大脑袋 从门后探出来 嘿嘿笑道 饕贴慌忙打开另一扇门 探出脑袋 还有我 太岁立刻变了一幅面孔 向苏云大意凛然道 于尽逆天行 大逆不道 徒路同道 行不轨之事 自当身先士卒 讨伐人魔于尽 抛头颅洒热血 在所不辞 阁主召我寄来 来则能战 苏云赞道 长老声名大意 饕贴和穷奇走出门来 太岁连忙道 我有关于于尽的情报 苏云咳嗽一声道 两位哥哥稍安勿躁 饕贴和穷奇两个大头童子 恋恋不舍舔了舔嘴唇 静静等待 太岁松了口气 道 于尽没能奈何诸位老哥哥老姐姐 于是便向同僚下手 追随他的神魔 很多已经遭他毒手 被他炼成御蝶 我通天阁元老 肥肥 鱼国 牙字 酸泥 白泽 也先后遭其毒手 我知道于尽是大 于是远渡重阳 打算逃往天使园 苏云面色一沉 通天阁七元老 五个背情 还剩下皮修和太岁 太岁继续道 现在的于尽 最多只差一个或者两个御蝶 便可以举行大计 到那时 便是你们的末日 苏云皱眉 于尽换了十三种神魔 炼成御蝶 他怎么催动 鲜鹿举接飞升 太岁摇头道 这就不知了 我亲眼见到 于尽化作鲜鹿 江羽翼 玉蕾他们 炼成御蝶 想来他懂得一些 鲜鹿上的文字 苏云心中微动 看向梧桐 心道 梧桐也懂得一些鲜文 可能于尽 是从梧桐这里 弄清楚鲜鹿上的文字 道圣疑惑道 苏阁主 倘若能举接飞升 这也是好事啊 为何一定要反于尽 其他人纷纷点头 他们对硬蒙饕餮 等神魔灌感 其实并不好 虽然硬蒙等神圣 曾经帮助人类 镇压驱逐魔神 但那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献祭这些神魔队 而今的人来说 似乎也没什么 圣服道 我们可以容忍人魔无童 为何不能容忍人魔于尽 太岁冷笑道 小和尚小道士 真是单纯 倘若于尽打算献祭 整个世界的元气呢 道圣不解 献祭整个世界的元气 做什么 太岁迟疑一下 道 于尽的打算 是将整个世界的元气 献祭掉 化作劫之前的天地元气 那样的话 劫灰怪 便可以在这个新世界生存 那些沉睡在地底 劫灰城中的生物 便可以活过来 圣佛不经大怒 上前赫问道 你是通天阁元老 竟然帮他做这种事 我是魔神 帮他做这种事情 很奇怪吗 太岁对他没有半点畏惧 理直气壮道 而且举界飞升到仙界 谁还会待在这个 鸟不拉屎的小世界里 自然是去仙界快活 这个世界毁掉了 与我何干 火云洞天的长老们大怒 上前赫问 通天阁的元老 说出这种话 与魔头合意 太岁瞥他们一眼 急笑道 你们刚才还说 为何不能容忍人魔于尽 现在听到于尽 要献祭天地元气 你们便容忍不得了 我只不过说句公道话 便连我都是魔头 真是可笑 众人面色僵重 苏云温言道 主位 我通天阁的目的 便是打通前往仙界的桥梁 通天中的天 便是仙界 因此 太岁长老帮助于尽 举界飞升 并不违背通天阁的主旨 太岁赞道 阁主之我 阁主 恕我直言 你请来的这些人 都是井底之蛙乌合之众 不堪一击 别说于尽 就算我 都能将他们屠杀一空 众人愤懑难当 你们以为我是怕了你们 才陪着笑脸说话 我只是畏惧阁主而已 至于你们 我可从未惧怕过 太岁冷笑一声 突然无数血肉滋生 顷刻间覆盖在这艘楼船各处 将整艘楼船包裹的结结实实 化作一艘血肉战舰 那战舰突然骨结生长 长出凤翼 船体内部长出神魔腹脏 整艘楼船的形态转变 顷刻间便化作一艘 规模庞大的天船 这艘天船的船体浮现出 重重诡异规律的符文 袁寿的一众高手 根本看不懂 只能看出初级的符文 血肉天船呼的 一声振翅而起 漂浮在海面上 凤翼掀起风暴 风暴在天船羽翼下 动荡不休 拖着这艘船狂飙而去 如此浩瀚狂暴的法力 着实经注了圣佛 道圣等人 太岁从容控制血肉天船 冷笑道 我可以依附在一切东西 化腐朽为神奇 将那东西化作灵兵形态 当年第一圣皇帅中 跨海征讨海外 我负责运送粮草自重 可不是作为粮草给人吃的 苏云咳嗽一声 道 太岁长老 他们已经知道你的厉害 只是你飞错方向了 那边是袁硕 太岁对船上谁都不处 唯独怕他 只得调转方向 继续向大秦前进 血肉天船越飞越高 远离尘世 渐渐地只见下方汪洋大海 也变得小了起来 这等本事 让到圣圣佛 以及火云洞天的诸多长老 也不禁变色 至于楼船上的水手 则是亥然 他们的船 明明只是在海中航行的船只 然而在神末的力量下 竟然要飞向天外 这是神末的力量吗 道圣南南道 不 道兄 这是星学的力量 苏云青声道 剑阁的世子 创造了这种 可以飞上天外的船 太岁只是在以自己的血肉 模仿天船而已 剑阁中 甚至十多个世子 便可以联手 打造出较小的天船 使到天外 船上的袁硕高手 心神大阵各自沉默下来 太岁所化的血肉天船 飞到高空处 便难以继续上升 他尽管掌握了天船的符文 但他的血肉里没有骨骼 只能靠附着物的框架 或者自己血肉的强度 因此 无法达到冲出天外的速度 但在高空之上 阻力较小 对法力的消耗不大 以这个速度 两三天便可以走过 一个多月的路途 但愿皮修元老 能够坚持到我们赶到的那一刻 苏云青声道 皮修绝对会被寻到 大声道 躲避余境搜寻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一念不生 我逃出大秦时 只把自己当成一块会移动的肉 脑子里一点杂念也没有 这才逃出 皮修不成 他有杂念 他贪财 大秦 乔山郡乡下 突然只听有人叫道 村口的古井有宝光 正在喷钱 村民们纷纷向那口古井奔去 果然看到那古井中宝光灿灿 哗啦啦向外涌出青红壁 所有人都连忙往去抢 喜到 这种事情少见得很 莫非天降祥瑞 人群中一个憨态可居的胖少年 也在抢钱 只是与其他人不同 其他人抢钱 都是往兜里塞 而他则是往嘴里塞 他的嘴巴仿佛无底洞 无论多少青红壁塞进去 都不见踪影 那胖少年笑呵呵的脸堂 长着黑眼圈 像是怎么也睡不醒的样子 正在不断往嘴巴里塞钱 突然只觉气氛怪异起来 只见所有正在哄抢青红壁的村民 统统静止下来 以一种奇异的眼神看着他 面带诡异无比的笑容 找到你了 他们一口同声道 皮羞长老 那胖少年脸色大变 扭头四下张望 便见一白发少年 背负双手湿湿然走来 原来是鱼镜小仔状 那黑眼圈胖少年 自知无法逃脱 哼了一声 在身后掏了掏 不知从那里掏出一根竹笋 吃了两口 嘿嘿笑道 我只是念在你 也是通天阁的一员 不想对付你罢了 你以为你是我的对手 他屈指一弹 一枚五珠钱飞出 那枚五珠钱羞的一声腾空 越来越大 将鱼镜向前眼里吸去 鱼镜来不及挣扎 刷的一声便被吸入前眼中 他刚刚跌入前眼 但见无数枚五珠钱 向自己迎来 他竟然看到自己 分为无数个 向所有前眼中跌去 黑眼圈少年皮羞 继续吃着竹笋 笑道 云云众生 皆为利来皆为利往 任何人也休想逃出 我的前眼神通 他刚刚说到这里 突然脸色微变 捂住肚子 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吃掉的钱 咚 少年皮羞跪地 只觉肚子越来越沉 身体越来越重 忍不住张口 哗啦啦向外吐钱 越吐越多 吐出金山银山 将自己淹没 我刚才吃掉的 不是钱 而是这宰种 用来对付我的东西 他终于醒悟 这时 鱼镜终于破了皮羞的神通 从前眼里掉出来 笑道 皮羞 若非你自己也跌入前眼里 我想要拿下你 只怕也颇为不易 少年皮羞 皮羞还在张口吐钱 鱼镜已经化作仙鹿 一道仙光照下 少年皮羞被打成圆形 化作皮羞御蝶 只差最后一个御蝶了 鱼镜道 他的身后 秦武林缓缓走出 道 但好在苏阁主 很快会送来更多的神魔 鱼镜转过身来 微笑道 苏阁主应该快到了吧 村口的另一侧 少年韩军站在阴影中 道 他即将登陆 第358章 乌合之众 全军覆没 秦武林与韩军 袁硕最强的两大高手 此刻 已经先苏云一步 来到大秦 他们二人并没有 如苏云预料的那般 等待着苏云等人的到来 集合众强者之力 讨伐于静 相反 他们反而第一时间 便来见于静 甚至将苏云的计划 告知于静 苏云请来的每一个 袁硕高手 其人生平 修炼的功法 擅长的神通 他们都置物不尽 完全可以说 于静比苏云还要了解 他麾下的那些 旧学高手 甚至他还知道 这些旧学高手的弱点 而对此 苏云则一无所知 他们之所以 对于静死心踏地 是因为他们当年 在游历西土大陆时 被于静折服 于静张开双臂 微笑道 苏阁主 我已经不好 请君入瓮的局 只差你进入瓮中 血肉天船 即将飞临西土大陆上空时 突然天地间的元气 迸发出一丝轻微的震荡 这丝震荡 尽管不那么强烈 但灵氏 对天地元气极为敏感 船上的每个人 都察觉到了这丝震动 苏云站在船头 向下方的西土大陆看去 只见大晴云都旁边 有明亮无比的光柱升空 光芒越来越亮 光柱越来越高 光柱的最下方 是一面巨大的纤路 占地数百亩 纤路四周 隐约有奇异的纹理 像是符纹 每一枚符纹 大约六七亩 苏云催动应龙天眼看去 那些符纹印记 正是被于静镇压的 神魔与蝶索化的图案 95神魔 还差一种 苏云定了定神 难道于静确认 少一种欲叠的情况下 也可以举界飞升 他心中不解 不过现在下方的天地异变 正在越来越剧烈 天象已经发生了改变 天空开始扭曲 元气涌动 呼啸旋转 形成一个个巨大的气旋 像是要刮起台风一般 每一个气旋方圆数百里 旋转扰动 漩涡正在不断往空间深处 钻去 太岁掌控着血肉天船 从一个个巨型气旋中间驶过 但见气旋上方 有巨大的漩涡龙卷 像是魔怪的触手 不断扎入深空 哄 其中一个气旋震动 狂暴的硬龙元气 从那气旋中喷涌而出 旋转着向下而去 与地面上的阴龙玉蝶印记相连 哄 又是天崩地裂般的巨像 第二个洞天被打开 陶雾元气从天而降 与陶雾玉蝶印记相连 哄 哄 哄 一座又一座洞天开启 一道又一道粗大无比的天地元气 如同龙卷 滚滚而下 与各自的神魔玉蝶印记连接在一起 玉蝶印记浮空 一道道印记光芒喷涌而出 与仙路相连 仙路上的蝌蚪纹 开始发生奇妙的变化 光珠正式从仙路中射出 太岁控制着血肉天船向下俯冲 避开一道道粗大的天地元气 然而天地元气与空气剧烈摩擦 伴随着天地元气的 是无数雷霆 咔嚓咔嚓 四下乱劈 雷暴倾泻 撒在血肉天船之上 让人头皮发麻 哪怕是灵月先生和花壶 改变旧生的经典 引发天结 也不如这雷暴的万一 众人面色凝重 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 那时太岁魔神 凭借一己之力 挡下了无数雷霆 这仅仅是天地元气的摩擦碰撞 便如此恐怖 我们真的能打得过吗 就在这时 只见承载着鲜路的那片大地越来越高 那片陆地不断隆起 像是在不断生长 短短片刻 那片陆地便与云都差不多高 像是一座顶天立地的山巒 云都与那山巒很近 最近的地方甚至连在一起 太岁立刻控制血肉天船 降落云都 云都中早已是一片大乱 天街上到处都是车年 人们疯狂逃亡 就在这时 只听轰隆一声 天空被打开 苏云仰头看去 看到星斗在天空中旋转 星辰在接近 远去 巨大的长城出现 那是由无数星辰和太阳组成的长城 天空被撕裂的洞口处 北面长城呼啸而过 空中渐渐有劫灰飘扬 飘飘洒洒 如同雪花 苏云抬手 接住一片劫灰 那是这个世界天地间的元气 像是渐渐腐败而凝聚成劫灰 同一时间 稀土大陆的地底传来剧烈的震动 地震不断 不断有城市在地震中沉没 然而在沉没的城市遗迹上 却有古老无比的城市 从劫灰中渐渐显露出来 包围那些城市的劫灰 化作新的天地灵气 这种事情 在大秦各地都有发生 并且以云都为中心 渐渐四下扩散 又要弥漫到他国的趋势 而大秦沿海的位置 海中也有剧烈的震动传来 海底造陆 一座座被掩埋在海底的劫灰城 在大水中缓缓升起 海水从古老的城市四处倾泻 伴随着天地元气的巨变 逃难的人们变得难以喘息 他们呼吸着污浊的天地元气 不断有人化作劫灰怪 而那些从地底升起的劫灰城中 却不断有劫灰怪转变形态 从劫灰怪形态 转变为血肉之躯 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天地元气 那里的人们聚集在一座座 劫灰城的神庙前 那里往往被封印着劫灰神王 被一座座劫灰山所镇住 人们向神庙叩拜 导住 宏大的声音传来 似乎是在唤醒那里的劫灰神王 劫灰山在导住和膜拜之中 不断崩裂 劫灰浮空 萧蓉 化作新的天地元气 距离云都最近的劫灰城 已经有神王阵破劫灰山 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太岁控制血肉天船 降落在剑阁之中 太岁还未来得及收回船上的血肉 突然只见许多怪物扑来 抱着自己的血肉变咬 剑阁中到处都种植着史前的植物 有的下身是植物 上身是血肉的枝叶 连接在一起 组成各种兽头 这些植物 原本是剑阁世子 探索地下劫灰城时 发现的植物种子 种在剑阁中 原本这些植物很是温顺 此刻却因为 吸收了从结灰转变来的天地元气 突然间变得暴力是血 撕咬太岁血肉的 便是这些奇特的上谷植物 不仅如此 这些植物根须拔地而起 四下里行走 捕捉世子 剑阁此刻也是一片混乱 先生们召集世子 四处绞杀那些植物 于青罗 火云洞天的长老团刚刚下船 便发现 于青罗与一众天道院世子 在与那些古怪的上谷植物厮杀 其中一位长老冷哼一声 伪洞主果然藏在这里 于青罗也注意到 这艘血肉天传 率领世子杀上前来 打算营救 却看到苏云与火云洞天的长老团在一起 不由正了正 苏云飞速道 来不及多说了 于洞主 随我一起去对付于静 于青罗记起火云 沉声道 诸位长老 此乃世界危及存亡之时 火云洞天之事 反而是小事 现与通天阁主一起对付于静在说 长老团诸位长老对视一眼 纷纷点头 为首的传法长老道 于青罗 并非是我们要刻意针对洞主 而是警召洞主 是在疯癫之中 将洞主之位传于你 名不正言不顺 难以扶重 另一位传宫长老道 我火云洞天有着五千年传承 洞主传承 不可如此而行 于青罗乘势 苏云拍了拍天凤 示意天凤去找李竹仙 行道 多半没法子向李竹仙解释 他的鸟为何变得这么黑了 众人匆匆向那座 与云洞并肩的山巒而去 突然 苏云看到了罗婉依 率领一众大秦文武大臣 在他们之前 冲入那座山巒 其中还有五圣江祖师 国师遇到袁智等高手 罗婉依要与于静决恋 那是他的父亲啊 苏云率众紧随其后 带跨过那座山峰 与云洞的连接处 只见这座山峰 竟然出气地规整 有不到阶梯 有关景台 可以看到 天上玉碟越来越大 神魔在玉碟中乱舞 山路上还有一座座石碑 石碑上刻录着文字图案 不断变化 众人顾不得去看 飞速前行 突然因为火云洞长老 不经意间看了几眼 便再也无法挪开目光 身躯不断颤抖 这是我袁硕五圣人的功法 那火云洞天长老 突然癫狂起来 哈哈大笑 我修炼的就是这门功法 破了 被人破了 破 她大口喷雪 哈哈笑道 狗屁五圣绝学 被人用心学 轻而易举就破了 素云心中一惊 这时 跟随她而来的诸多元朔高手 纷纷向沿途中的那些石碑看去 一个个乱了心神 这是我修炼的圣人绝学 大字在天宫 怎么会被人破掉 我苦修一辈子的圣人 绝学五雷大转心经 不可能就这样被人破解 这是什么叔叔 我为何看不懂 我修炼了这几十年的叔叔 有何用 那些元朔高手一个个大乱 他们在石碑上 找到自己苦修了办事的功法神通 被人用心学最简单的办法破去 不堪一击 甚至连到圣和圣佛 也找到了他们各自的石碑 直勾勾地盯着 失魂落魄 苏云心中一沉 向薛青府 温关山的分身化身看去 只见那些分身化身 突然怪笑连连 纵跳而起 向山顶逃窜 叫道 苏阁主 你与于静圣皇作对 死无葬身之地 你找来这些高手 打算用他们压制于静圣皇的魔性 但他们的道心先坏了 看你能怎么办 山顶 罗于静一部分身躯化作仙鹿 另一部分身躯 依旧维系着白发少年的形象 微笑道 只有折服苏阁主这样的天才 才有成就感 便如同当年我折服你们二人一般 他的身后 秦武林与韩军站在那里 面带微笑 苏云看向于青罗 轻轻点头 于青罗上前 来到传宫长老身边 道 我将此功法以心学改良 传宫长老再看 是否能被石碑上的法门破去 说吧 他将传宫长老的功法神通 融合心学 施展一遍 传宫长老目光痴痴傻傻 待看到 他施展的神通功法 双目渐渐恢复清明 突然长衣到地 传宫庆元意 参见洞主 于青罗来到传宫长老身前 将传宫长老修炼的 旧圣觉学融合心学 施展一遍 传宫长老眼中的癫狂进去 长生而败 不过多时 火运动天长老纷纷被于青罗折服 同一时间 道圣和圣佛眼神 也渐渐恢复清明 道圣笑道 我还以为有多高明 也不过如此 圣佛点头道 道心造诣 比我们差得远了 苏云松了口气 向灵月先生和花壶看去 却见二人正对着石碑 指指点点 品头论足 头顶的雷霆落得更急了 第359章 人神混居的真相 火运动天的诸多长老走到这里 看到自己静音半生的功法神通 被人用心学最简单的道理破去 乱了心智 道圣和圣佛也被影响 唯独灵月先生和花壶 本来便打算把儒学中的 就圣觉学改一遍 因此 他们二人反倒是最从容的 只恨于静改的少了 于静改的 还不如我们改的凶 花壶颇为不乐意 低声道 他若是改好了 我们便可以省力了 灵月先生摇头道 他怎么敢改 他若是改了 早就引发雷结 杜结成仙 然后被砍死了 换作我 倘若修炼到原道境界 我也不敢改 稍加改动 便会泄露契机 引起天节 然后死翘翘 花壶道 老师驾崩之后 振兴咱们这一脉的任务 便落在我的头上 他话音刚落 雷击如雨 披在这少年的脑门上 道圣来到苏云身边 悠然道 苏格主请渔洞主前来 帮助火运动天长老团解除心结 又巩固渔洞主的地位 又借渔境之手 让我们这些就圣觉学的决定 存在意识到 就圣觉学的不足 苏格主真是有心了 圣佛等人纷纷向苏云看来 露出钦佩之色 人莫于静能在我们道心上找到的弱点 仅止于此 弱点没了 我们便无需担心于静 以控制我们的心智 圣佛赞道 如此一来 我们便可以放心出手 诛杀于静 苏格主用心良苦 众人纷纷点头 赞叹不已 久闻通天阁主 智谋通天 而静一见果然不凡 苏云向山上走去 不嫌不淡道 诸位想多了 道圣跟上他 插一道 难道阁主没有这种想法 我的确有戒人魔于静之手 让你们道心完善的意思 也有 让你们这些老顽顾领会心学奥妙 不再敌视心学的意思 没错 我的确智谋通天 素云耐心解释道 但道兄氏才说 放心出手诛杀于静 便是你们想多了 我请诸位前来 并非要戒 你们之手打死于静 你们根本不是于静的对手 连伸手的机会都没有 便会被于静打死 他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面黑如炭 只有太岁连连点头 道 路上我都说了 你们绑在一起 也不是我的对手 更何况于静 众人脸色更黑 那么苏格竹请我们前来 到底要我们做什么 竹军只要在不死的情况下 守住饕餐 穷奇 麒麟 太岁等神魔的道心即可 苏云沉声道 至于战斗 交给十四尊神魔去办 待会到了山上 你们千万不要出手 只管保证自己不死 尽量镇压魔性 众人冷笑 这座山巒还在不断拔高 上方玉蝶 似乎已经模糊了边界 只见近百尊神魔 围绕巨大的仙路飞舞 天地元气更是浓烈的可怕 疯狂涌入仙路之中 而从仙路中射出的光芒 粗大无比 光芒动照虚空 让虚空不断崩裂 裂痕乍影乍现 每一道裂痕裂开的一瞬间 竟然可以看到 裂缝中有其他事件 那些世界千奇百怪 有的是荒漠 有的是火海 有的是苍原 有的是汪洋 有的是熔岩 甚至偶尔间 还可以看到异世界的建筑 应该有生命 更有甚者 他们还看到 伟岸无比的神魔 堪比星球大小的巨型神魔 身上有着陆地海洋 山川大气 在宇宙中遨游 真是千奇百怪 苏云收回目光 隐隐也忍不住冒出来 站在他肩头向上打亮 只见天空中渐渐黑了 只剩下那光柱 映照的光芒 光芒还在前进 一路动罩 撕裂出一个个裂缝 空间的裂缝很快愈合 但这种壮力情形 却让人目眩神窑 苏世子 这道光柱 是在洞穿空间前进 隐隐大声道 那些裂缝 是光柱在路途中遇到的世界 苏云抬头打亮 光柱还在生长 看起来并不高 但是空间 却在不断被光柱打开 空间打开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个世界的踪影 的确与隐隐说的有些相似 仙路真的是在打通一条道路 直通仙界的道路 他向下看去 大地之上 一座座结灰城隆起 结灰生藤 蒸发 化作新的天地元气 而本属于这个世界的元气 却在枯萎腐败 那些结灰城中 古老的神王苏星 一股股强大恐怖的气息爆发 宣告着上一个世界 并未彻底失去 属于他们的时代 还远未结束 他们现在卷土重来了 距离这里 最近的几座结灰城 有恐怖的气息波动 一个个强大的身影 在惊吞新的天地元气 向这边飞速赶来 楼班贪有造星城 镇压结灰城 便是担心这一天 苏云面色凝重 当年他身为通天阁主 应该也是察觉到 于静的举动 所以打算予以镇压 只可惜 通天阁的财力有限 并未将所有弟弟 结回城镇主 我们加快速度 众人全力向山上赶去 从那一尊尊神魔和仙路中 传来的压力越来越强 让修为低的人 如于青罗 苏云和梧桐举步为奸 到圣和圣佛 护住他们 奋力往上赶去 登上山顶 看似距离不远 但山峰再一直生长 压力也越来越大 赶到山顶 到了山顶 只见罗婉依也来到这里 这位大秦小圣皇贵妇在地 道 父皇 只念上一个世界的苍生 不念这个世界的人们 请姝尔臣不能敬笑了 罗云敬笑道 真是好孩子 你趁此机会 终于把持了朝政 得到五圣国师他们的支持 朝廷之中 再无其他声音 你是否还得到了神帝的支持 罗婉依站起身来 父亲道行逆施 神帝自然助我 替天行道 罗云敬哈哈大笑 神帝 你还要隐藏下去 罗婉依头顶 重重叠叠的天庭浮现 天门下 诸神灵力 神帝站在天门中 微笑道 道兄是我的指路人 大尔金 我已经不需要道兄了 你想坏我道统 断我成仙之路 我自然不能与你善罢甘休 他是靠众生的信仰来修炼 借此成为不朽存在 因此要发动对元术的战争 而今罗愚敬 却要灭了这一记的众生 回到上一个世界 无疑是断他道统 他自然第一个忍不住要跳出来 因此他才会选择支持罗婉依 你不过是我点拨的一个小辈而已 道心太差 背盘扬诱惑 做出不伦之事 罗愚敬摇头道 事到如今 你连真面目也不敢露出来 在我眼中 你不过如此 难成大事 神帝哈哈大笑 罗愚敬看向走上山顶的苏云等人 面色肃然道 苏阁主 你也是来替天行道的 我们通天阁的目的是什么 阁主是否还记得 苏云摆出十三座门户 微笑道 通天阁的目的是探索世界奥秘 直达彼岸 成为不朽的存在 不过 你让这鱼云众生都腐朽了 还弹劾做通天阁的一员 今日 我将你踢出通天阁 从通天阁中除名 一闪闪门户开启 少年麒麟 少年金屋 顽童饕餐 老玉女丑等人 纷纷推门走出 站在苏云身后 通天阁 本来便是 我的工具而已 罗云竟微笑道 时至今日 我也无需通天阁了 不过话说回来 神奇能让我吃亏的不多 应龙是一个 白则是一个 凡人能让我吃亏的 也是不多 苏阁主 你是第二个让我吃亏的人 苏云素然 询问道 那么第一个让你吃亏的人是 罗云竟道 第一圣皇 他是你之前 唯一一个让我吃亏的人 当年我居住在海外 筹谋如何让天地回归从前 回到上个世界 实不相瞒 我是上一个世界的主宰 那时的我 一统世界 封天下领主为诸神 统治世间 我愁愁满志 试图举界飞升 做好了一切准备之时 嘿嘿 他脸上露出悲愤之色 仰头 向天空看去 急笑道 北面长城便出现了 你从未看到过那种景象 整个世界的元气 就这样一下子腐朽 变成了结灰 他哈哈大笑 用力捶打自己的身躯 所化的仙路 笑得流泪 哽咽着笑道 整个世界都在燃烧 燃烧 烧得通红 所有人都变成了怪物 变成了结灰怪 他说的那一幕 苏云在博山郡的 结灰城神庙中看到过 北面长城青岛结灰 整个世界湮灭 化作灰烬 那种场面 的确震撼莫名 道圣父在苏云耳边 巧声道 他在拖延时间 等待结灰神王赶来 苏云不答 罗鱼静半哭半笑 神态癫狂 道 你能理解我妈苏阁主 你不理解 但是你很快便会理解了 你以为五千年之前 这个世界 为何有这么多神魔降临 人神混居 这是自然出现的吗 你以为天使猿的 突然降临 也是偶然吗 不是 他面色严肃 目光在所有人的 面孔上扫过 不是 是我 是我将这些神魔 召唤来的 是我在上个世界 毁灭之时 催动各地的仙路 尝试将仙界打通 却召来了天使猿 他的声音越来越洪亮 震耳欲聋 震聋发聩 是我 召唤来这些神魔 是我一手缔造了你们 是我企图用 你们和神魔的力量 弥补我的错误 血迹神魔 举戒飞升 他周身魔气滔天 魔性深重 倘若没有北冕长城 倾泻截灰 我将会带着我们整个世界 带着我的族人 飞升到仙界中去 都怪这狗日的仙界 都怪这狗日的五仙人 都怪这狗日的北冕长城 然而 灾截过后 我却只能化作人魔 看着我残存的族人 在截火中苟延残喘 罗鱼靖的身后 一个高大无比神人降落 身后长着巨大的古轮 手持截灰神王权杖 单膝触地 向他单膝跪下 罗鱼靖风沫般哈哈大笑 我只能将他们 逐一封印在截灰之中 看着我的族人 我的成臣降在地底 我只能看着你们 生活在我的世界 我的族人的废墟上 我知道我应该等待机会 现在机会终于来临了 他的身后 一尊又一尊复苏的 截灰神王降临 手持权杖 向他单膝跪下 罗鱼靖语气平缓下来 微笑道 你们 只是生活在我们的 世界上的寄生虫 现在 该将这片土地 还给他们的主人了 作为恩赐 你们中的有些人 可以作为宠物 随我们一起 飞升到仙界中去 只要 他的身后 秦武林与韩军 单膝触地 也跪幅下来 像他们一样 罗鱼靖笑道 第360章 盘阳少女 天空中结灰纷纷扬扬 西土大陆的各地 一座座古老的结灰城中 有上古的遗迹 轰然启动 迸发出光芒 那是上个世界毁灭之时 于靖率领 一众结灰神王 所打造的巨型灵兵 这种古老的灵兵 唯一作用 便是用来改变天地元气 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加宜居 当然 这种宜居 是针对上个世界的生灵 而对于这个世界的生灵来说 天地灵气 像是变成了毒药 让它们呼吸困难 甚至身体变异 往结灰怪转变 不仅如此 那些复苏的结灰城中 有上个世界的生灵 打开一座座尘峰的大殿 将封印在大殿中的种子 各种史前异兽 昆虫 植物 统统释放出去 于靖等上古时代的史前强者 在世界毁灭之前 便已经未雨绸缪 将各地的异兽 昆虫 植物 存放在各个结灰城的大殿中 加以封印 等待属于它们的世界重归的那一天 而那一天 就是今天 从各地结灰城中 涌出的异兽 昆虫 植物 比间隔的植物还要古怪 比如 有一种昆虫扑到人身上 扎一个雪窟窿 种上种子 那种子 便在人体内生根发芽 长出下半身 是人上半身是树的奇特物种 人没有了头 只有树冠 会在荒原上不断走动 四处寻找太阳河水源 这种怪树会开花结果 结出甲子 甲子炸开 便会从里面飞出一些 长着绿色叶子翅膀的昆虫 嗡嗡飞行 寻找下一个种植对象 上个世界 动物植物和昆虫的边界 完全模糊 而在天空中 抖转星移 天空呈现出异常瑰丽的颜色 变得异常明亮 无数流星划破天际 那是北缅长城旁边的一片星云 与这颗星球擦肩而过 那片星云中 有新的太阳正在形成 让星空看起来璀璨非常 天空下 鲜路的光芒 像是一条连接不同时空的锁链 正在将两个世界拉近 而锁链尽头的另一个世界 到底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 仙鹿旁边突然一道撕裂天地的剑光 遮掩住仙鹿的光芒 那是至高无上的剑术 神帝剑术 这一剑是由神帝站在天门中 亲自施展 天庭诸神 悉数出现 化作莫大的阵石 加持神帝这一剑 这一剑 甚至有仙剑斩妖龙七八分的水准 近乎仙术 仙术 是仙人的法术 根本不是凡人所能施展的神通 如要施展 必遭反噬 然而神帝却独自开创出 近乎仙术的剑术 一剑尽刀 仿佛剑光之下 无不可斩 这一剑 来到人摸于静的眉心 于静抬手 手指迎上 这看似完美无缺的一剑 剑光顿指 你学到的东西 是我让你学到的东西 祭祀修行之法 不是我让你找到的吗 于静面带诡异笑容 仰头看着天门下的神帝 随即目光渐渐下移 落在预道员的身上 当年你与盘阳所化的少女交构 翻云覆雨 那一幕我久久难忘 但谁又能想到 后来这个通天阁的少年 跑到了朝廷里 跑到我的眼皮子底下 做了我的国师 将祖师等人 已经率先向于静攻去 闻言心中一惊 纷纷向预道员看去 滔天 香柳 女丑等神魔症 打算围攻于静 苏云突然抬起手来 面色古怪道 朱军稍后 我很想听一听 预道员面色微变 始终暗箭未动 他乃是大秦博师 大秦第一神剑 虽然未曾被封为圣人 但他的实力 却是稀土大陆第一剑上 他更是一个剑道狂人 第一个修成神帝剑术的存在 甚至突破了神帝剑术 修成了圆道剑场 他的地公学宫 每年都会选拔世子 进入天庭参拜神帝 但他却不甘心于受神帝控制 展现出一代国师的风范 他更是一个热衷于 打破神学的新学狂徒 也是一个热切的好战之徒 想要攻占一切国度 降服那些国家 更为关键的是 他很年轻 是当今新学的中流砥柱 尽管不如江祖时 也非同小可 而且 他还是海外通天阁中的高层 但是 谁也不会把他往神帝身上想 在所有人心中 神帝是一尊无所不能的神 玉道元只是一个新学后起之秀 一个激进的新学领袖 敢于反抗神帝的统治的人 我反我自己 有意思 苏云笑道 难怪玉国师迫切想侵略袁朔 原来是想把自己的神庙 见到袁朔去 收获更多人的信仰 玉道元哈哈大笑 手中的宝剑剑鞘突然炸开 悠然道 我岂能不知道 祭祀之法的危害 我突破神帝剑术 目的便是为了突破你啊 诸神合体 上方 天庭之中 天庭诸神呼啸而来 与神帝相容 眨眼间 神帝的修为实力暴增 他的气息越来越强 给苏云的感觉 甚至还在饕餐等神魔之上 苏云身边 道声叹了口气 低声道 袁朔不能再顾不自封了 圣佛面色凝重 点了点头 必须要学一学这所谓心学了 天庭神帝 只是遇到元的一个性灵分身 但给他们的感觉 已经是无法抗衡 可想而知 遇到元的实力 是何等惊人 遇到元大鹤 归位 神帝降临 与他相容 遇到元体内还有性灵 但是与神帝相比 性灵变显得弱小了 当两尊性灵融合 他的修为实力顿时激增 刚才诸神合体 神帝的修为 已经令人惊惧 而现在 遇到元的实力 更上一层楼 让麒麟 九凤 女丑等神圣 也面色凝重起来 这小子 比我们似乎还要强横一些 麒麟低声道 遇到元一剑飞出 一出手 便是元道剑场 此时的元道剑场 与他与三足精乌争斗时 施展的元道剑场完全 是两个样 剑场急于剑尖 伴随着无双一剑 向人魔鱼镜刺去 这一剑的威能 让苏云也不禁变色 不由自主地将遇到元这一剑 与仙剑相比 心道 这一剑已经有仙剑的九成水准了 在他眼中 这一剑已经可以斩妖龙 朱白元 杀必方 等闲神魔根本接不下这一剑 于静面带笑容 右臂化作仙剑 身躯以一种诡异的姿态 迎上遇到元这一剑 苏云脸色大变 于静这一剑的起手势 他熟悉得不能再熟 这一剑 正是他的拿手剑术 仙剑斩妖龙 于静 难道是从我这里学去了这一招 不可能 苏云立刻想到关键 没有亲眼见过仙剑 是绝不可能施展出这一招 哪怕是我亲自传授 也绝不可能学会 因此 因此 人魔于静的前世 是死在仙剑手中 他的悟性极高 虽然是死在仙剑的手中 但是却领悟 出乎仙剑斩妖龙 他断然大喝 遇到元要糟 速速出手 他的身后 少年麒麟 老玉女丑 少女酒凤 儿童饕餐 问题儿童穷奇等神魔 立刻杀出 从四面八方向于静杀去 苏云抬手止住 正打算冲出去的 火运动长老团 和道圣圣佛 陈声道 你们尽可能催动 稳固道心的神通 不要插手 道圣 圣佛等人 各自催动神通 元硕的就圣觉学 降伏心魔是必修功课 各家各有降魔之法 佛门炼化心源 道家五雷珠魔 儒家正奇恋魔 其他珠子百家 也各有降魔神通 尤其是火运动收藏的 就圣觉学最多 各位长老各自修行了一种 就圣觉学 此刻施展出来 但见阴落玄珠 清云炉棚 天才地宝 悉数浮空 让人心头突然间一片宁静 心魔不生 道圣和圣佛更是强大 以圣人心境催动神通 各自形成一片清静天地 即便是饕餮 穷奇这等凶神 凶利之气也弱了几分 没有了吃人打牙计的念头 这便是就圣觉学中 凌练道心的强大之处 就圣觉学起家 经历了神魔混居的时代 各种魔神四下里作乱 又有人魔蛊惑人心 修行之路上 又有各种诱惑 挫折 旧圣们为了对付这些东西 在各自的觉学中 添加了许多神通 这些神通看似无用 但终究有用武之地 而心学 至今只有两百年的时间 将旧学中 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并除 然而却没有料到 将来真的到了要用到的一天 心学便会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哄 遇到圣那无双一剑 与于镜碰撞 剑势碰撞的一瞬间 胜负便立刻奋出 遇到圣手中剑断 招式尽数被迫 不仅如此 他的眼前突然一片苍茫 那个盘阳所画的少女 向他走来 柔软 温顺 让他无法拒绝 遇到圣道心砰的一声炸开 灵界之中 性灵分裂 化作万千神魔 万年神魔化作一头头盘阳 盘阳又化作一个个 妖娆动人的少女 纷纷向他走来 夫君 这是你的孩子 那些盘阳少女 抱着墙宝中的婴孩 纷纷向他道 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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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圆大叫一声 就在此时 道圣 圣佛等人的神童涌来 将他的心魔一扫而空 遇到圆娃的吐血 上半身在于静手臂所画的 仙剑剑光下飞起 险些被这一剑斩杀 他心中一沉 我这两百年来 看似与于静这魔神分庭抗礼 原来在他眼中 我只是一个一招 就死得玩偶罢了 他留下我的原因 大约是好玩吧